在绚丽的舞台灯光下 宛如电影场景开头 一身精心造型打扮的调酒师 在众人惊艳眼光中登场 除了精准配合音乐节奏 完成调制 更挑战高难度抛接 不凡伸手与绝佳团队默契 让人连连赞叹 就连以往表现中规中矩的传统调酒 今年也以怀旧为主轴 在服装跟表演上大突破 让人耳目一新 一直练习然后反复看影片 然后同时增加自己的自信信心 然后你就会合作中的时候 你就会非常的就是雀跃 开放的就是霸声的 就是把它演示出来这样子 2023年的时候 参加了这一个金爵奖国际餐饮大赛 那荣获了就是两面金牌 那第一面金牌呢 是我们五酒精的那个传统调酒组 那荣获了就是我们全国的第一名 那另外是由我们花条教练所指导的手冲咖啡 也是荣获了全国第一名的夹击 另外在成果展上展破目光的 还有这一支才成立四年 就以夺得各式比赛奖牌 广受关注跟期待的 稻江棒球队 老将跟新雪们带着热情炙烈的野球魂 在球场上紧锣密鼓持续训练 接连缔造多想夹击 练球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学长跟学弟之分 大家都比较像一个家庭 就是一个哥哥跟弟弟的这种角色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氛围 全国的第七名在黑豹棋中信碑里面 有这么样优异的好成绩 而且获得非常多的奖项 都被各个像文化大学 就是全国的冠军队也来 就是有公费的直接进去选材 希望他们也以后为我们国家能够争光 侃侃而谈 分享首尔在地美味跟生活节庆 观光科学子们看好意后旅游复苏商机 深入分析韩国的旅游产业 今年的观光科成果发表会 以漫游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为主题 师长期许学子们都能漫游青春 以热情勇敢竹梦 开创亮丽人生舞台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访报道